台灣女藝人賈泳節早前在疫情嚴峻期間 發起募捐行動 除藥酸 柯假宴都有出手幫忙 最後成功捐贈超過300部呼吸機 到台灣各間醫院 賈泳節亦隨即被封為抗疫女神 現時當地疫情緩和 這日賈泳節出席代言活動 就說最近終於有較好份了 疫情那個時候最忙碌的時候 可能我躺下去的時候 我腦中的那個數字還是一直不斷地在跑 想說明天要送哪裡送哪裡 然後幾家會不會有什麼狀況 如果說你還是會有擔心的事情 老實說很難就是一沾枕頭就秒睡 不過最近真的是一沾枕頭就秒睡 那我覺得因為可能是事情 跟所有的生活也慢慢慢慢 回到比較正規的步調 所以在這個部分是真的 心情上面也比較放鬆 抗疫女神不只關心台灣 最近也計劃將呼吸機送去馬來西亞 賈泳節回想無捐開始的時候 都經歷了不少困難 老實說剛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人知道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每一個人都是 有些人是 當然是抱著一點 懷疑跟質疑我的能力 就譬如我老公 現在很多長輩後來就跟我說 我本來真的很擔心你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樣 他們是覺得很感動的 那我都會笑一笑覺得說 沒什麼這就是緣分 對 那我既然有了這個緣分 事情好像丟到你家門口了 你不去幫忙 反而把它往外面踢 那我這個人就是比較雞婆一點 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 賈泳節成為了台灣大眾的抗疫女神 但隨之而來就是他的社交網站變成了許願書 當然了 FB裡面會有千奇百怪的訊息 有人說他想要換手機 我就說那個我可能沒有辦法 然後還有人是說他需要那個就是五倍券這樣子 借錢的也有啊 對啊 郭董會收到的簡訊我應該也會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